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声握 这个经长的这种欲言 哪多好 师父 里面 在我上了 大生 上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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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相续道中能升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暗久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别人对我们进行侮辱 毁谤 或者说粗语和恶语的话 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任何损害 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安忍别人的粗恶之意 昨天主要讲这个问题 那么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是你们说的是对的 一方面别人用粗恶的语言来进行加害的时候 虽然对自己的身体和心都是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如果对我这样的毁谤或者侮辱的话 那许许多多世间的人们 对我不欢喜 对我不生起信心 如果对我的修行 对我的学法等等有一些障碍 所以我还是不愿意接受别人 对我的粗恶之欲 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对他可以回答 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应该可以这样说 一方面是别人对你进行毁谤的时候 是可能别人有点不高兴 因为别人知道 你有如何如何的过失 别人对你不欢喜 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 别人对你的不欢喜 别人对你的不满 对你的精神 来世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阿底下村者 以前也是这样讲的 总人不予 真何我义 意思就是说 现在世间上喜欢搞世间八法的这些人 不喜欢我的话 我很高兴 因为他们如果是喜欢我 他们如果是对我很认可的话 那我经常就追顺他们 这样以后 我的道性很容易失坏 所以说 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来 进行分析之后 世间的这些人 对我不是很欢喜 对我不高兴 也实际上 对我的精神来讲 在我的修道和一切行为 没有任何损害的 然而对我的来世 有没有什么损害呢 这也没有损害的 因为我修安忍心 我修持善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个别的一些世间人对我不欢喜 也是实际上 对我来讲 对来世也是没有任何过失的 所以真正用自己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 别人对我的这种加害 别人对我的毁谤 没有危害 而没有应该说 对我任何障碍 因此我们自己 遇到一些谣言 这些应该大家不要特别在乎 就像以前众同巴尊者也说了 别人的一些毁谤 或者是不悦意的语言 不悦意的语言 我们应该当作空谷因 如果不要产生不乐的心态 不会产生烦恼 没有产生烦恼 就会有成就 其实我觉得总是把他们就给人家提升了 但是听必然等于在这个地方的层面 我会说 多谢我 别人 别人 不能再来 别人 来人 这变得更多点 别人 所以呢 这是什么 自己的你自己 search 都不会不阅争 权这样 可是里面 我们可以明天见 我们现在就已经一步了 好多谢 怎么做 你还不过来 我们说我们跟你说 我都不是不邀 我也想在你 但是我都不会痛出来 我们的体验 我们都不会 regard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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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对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别人说光别人不高兴也不要紧的 但是如果别人不高兴应该是影响我的名声 地位 还有一些力量等等 一些收入等等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不愿意受到这方面的障碍 因此别人情怀我 别人侮辱我的时候 我还是没办法安忍 对他也不得不顺 嗔恨心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我们下面也应该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为爱利养固忠我 忠我严受损 这是对方的观点 就是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由于侵害我 这样以后障碍我的力量和地位等等 所以说我就非常的不愿意 受别人对我进行的毁谤或者侵辱等等 那么我们下面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 他这里回答说 虽然你说的也是对的 如果真的别人对你进行毁谤 恐怕你的很多方面受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对这些人 作者对这些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获得的这些力量 到了最终的时候 应该会全部留在世间 或者是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 应该说是全部放弃的 留在人间的 你根本没有权利以此以后的 就像《前行》里面所讲的那样 有受前的这种僧人的 一些大上师 大法师的话 那么他离开世间的时候 连一个僧人也是没有办法待着的 那么受几百几千的那种君族 当你离开人间的时候 一步一路也是 没办法待在后世的 自己就像一个树油里面 把一根帽一样的 不得不前往后世 所有当时的你的地位 财产 名声 眷属 亲友等等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全部放在人间 但是你为了 名声和地位 财产 利养 所积累的这种罪业 比如说杀生 偷盗 说妄语等等 做各种各样的罪业 它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财产一样 财产和名声留在人间 你不可能待着的 而你为了这些利养 造的罪业 就像我们刚才《教皇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像人的身体的因子一样 随着你的 乃至生生世世 什么时候你的 尤其是你造了恶业的话 什么时候你的亲生 没有受完他的报应之前 不会放过的 一定是所造的这些业 在乃至的轮回生涯当中 必须要亲自感受他的苦果 所以说我们真的有一些智慧的人 为了利养 不应该造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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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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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邪命养活 没有邪命养活的话 那么你很快死都非常好的 应该当下死亡也没有什么原因 但千万千万不要与邪命养活 而我们世间当中的所谓邪命养活 如果他从广义上讲 凡是不正当的 通过不正当的 非法的手段 而得来的这些财富 这些全部属于邪命养活当中 有些佛经当中就是说 我们的六根是三月外境而所带来的这些财富和岁业 这种生活也叫做邪命养活 但具体就在《宗观报蒙论》和《善法报蒙论》当中都有阐述吧 总的来讲 作为一个真正法乐菩提心 大乘修行人千万不要以五种性命来过这样的生活 五种性命 首先是扎限唯一 大家应该清楚吧 我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财产 或者是名声等等 然后自己的行为装得如理如法的 然后谄美奉承 就是说 谄美奉承 他为了达到一些目标 经常赞叹 就是说 你的功德如何如何 一直赞叹 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利养 这叫做谄美奉承 然后旁敲刺激 我想很多人也知道的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 以旁敲刺激的方式来 将别人的财富就开始归为己有 这种方式 还有叫做 这个应该是窍取恶索吧 就是窍取恶索 窍取恶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就是把别人拥有的这些财富 现在很多人的这种方法就比较多 比较多的 施主们也应该很多方面值得观察 你供养完了以后 然后再后悔不太合理 没有必要的 所以这是有一种这种方式 还有成为薄荷 成为薄荷的话 就是给你一点点东西 就是他想获得 我今天这是甲子瓶啊 这个是金刚袋啊 然后这个头发 就是我的前世的前世的头发 这个衣服是什么什么的衣服啊 那么甲子瓶给你 然后慢慢慢慢想获得 比价值品的价值更昂贵的一些 这样那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也是一种邪命 这五种 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 叫做五种邪命 其实五种邪命所得来的 这些财富是不好的 应该作为一个修行人 通过不正当地得到的这些财富 应该对你的修行来讲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在我们这里 当时几天论词 宁可我们很快死也可以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以 邪命活着这样的人间 以及亚人的东西 现在牧就把任何与保护 没有任何人卖进行 但また自己来的 性格选择而言 为什么呢 这些财富是这种东西 都不正在 这种财富是很好的福音 特别像东西 来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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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下一个风符就是说 在这个宗旨当中就是说了 比如说一个人做梦 受快乐一百年就醒过来了 另一个人做梦也是受快乐一瞬间 另一个人也醒过来了 这两人醒过来了以后 梦的这种快乐的确也是不会再浮现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上当中有些依靠邪命延火 活了一百年 有些人活了短暂的时间 但是当他们两个临终的时候 原来所享受的这些快乐 全部都是不复存在的 只不过是成了这个 这个梦的影响而已 没有了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也可以 用这种比喻来了知 不管是怎么样 你做梦 做得再长也好 短也好 凡是你醒过来的时候 对这个是不可能再浮现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依靠邪命延火 活在这个时间上 有些人现在都是什么 当老板 或者是腐败分子 领导 有一些有钱的人 真的看起来也是他的生活 他自己认为是 好像百年前年的住在这个世间 但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现在的生活 实在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没有任何持续了 越富裕 越享受 说享受也没办法 所谓他的身体 也是这么一点 他吃的 只有人这么大的肚子 除此以外也吃不了什么 一天只吃三顿 然后他穿衣服 也是穿几件衣服以外 他没办法享受 后来什么毒博 搞各种各样的解法 那这样的活着 他认为是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 跟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贫穷的人 或者生活非常简朴 这样的人比较起来的话 你临死的时候 应该说是 刚才那个贤命养活的人 造了无数的业 跟着他的前途 一定会堕入恶趣的 而刚才生活比较简单的 这个人 他不一定是堕入恶趣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应该在有些临死的时候 也是可以考虑得到 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造了很多的业 肯定是没有希望解脱的 这个人应该会有一些希望 所以我们世间的宿命是长也好 宿命是短也好 临终的时候应该说是 刚才梦醒过来的感觉一样 他的利养财富的本质上 一定也是没有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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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的这一个颂词当中就是说 我们加持说得了许多丰厚的这些利养 在这个世间当中进行地去享受快乐 可是你到了死的时候 滴滴确确是遭到强劫 遭到道解 然后将你所有的这些利养全部切除 全部留在世间当中 而你自己赤裸裸地空手 没有任何这种善根而前往后世 这是应该说是非常可怕的 法王如意宝以前的一个 他的修行道个当中这样说的 现在的人们对因果一点都不重视 拼命地造恶业 是不是所谓的地狱已经毁灭了 地狱已经不存在了吗 就是它是由这样的一方文的方式来说明 我们现在有些众生恶业的行为 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尽量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非常圆满 这种修行人恐怕也不一定能当得到 但是最好也不要变成佛教的贝劣 也不要变成佛教的这种法有词 尽量地自己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用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去 应该自己的生活比较轻硬地过下去 这就是我们一个修行人究竟的愿望 所以我们采作的一些道友 也应该这样想 我们现在这个人生 的确是做梦一样 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全部会是过眼云烟 就是全部化为无有的 为了这样的虚幻 而造成很大的恶业 实在是不值得的 因此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尽量地造一些善法 否则道士和民主的时候 一切的一切 就像一个人在路上遇到强盗的时候 所有身体上的金银财宝 全部强光了一样 但是你跟着的是什么呢 就像你身体的影子一样 善和恶一直跟着你 就像《涅槃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善恶之宝 如影随形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了这个因果 而且我造的业和造的善业 永远都是根据着我 可是世间的一些财产 名声 地位的的确确是不根据我 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你的行为上有种改变的 所以 变得很快 所以我发现一些财产的财产 在这些财产里面的时候 这些财产 就像个人们一样 财产 总共产党 然后那些财产 你去财产 你去财产 我财产 你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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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财产 你去财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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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